我們彰化縣是一個幸福的好城市 我們首屆的彰化藝術節 即將在11月1號到30號來盛大的展開 就在我們大家最知名的園裡演藝廳 最棒的場地 我們邀請到也是國內最知名的 所有的表演劇團 可以到我們彰化來 讓我們彰化的鄉親可以就近的來欣賞 非常高水準非常精彩的藝術饗宴 那首先在11月1號是由我們人力飛行劇團 由我們李煥雄 李導演 指導的我們知名繪本作家吉米的向左走 向右走 這是一個經典的一個表演的一個劇團 劇場 也特別邀請到偶像創作歌手我們的蔡敏佑 還有魏如萱來擔綱男女主角 透過非常具有時尚流行文化的元素 還有劇場的藝術 整個編導 歌唱 整個表演的呈現 我想這是讓我們所有愛好藝術 愛好文化饗宴的 所有鄉親好朋友一個非常幸福的 一個精彩的劇場表演 那歡迎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我們除了能力飛行劇團 還有許多小朋友喜歡的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還有火頭劇團 還有大開劇團等等 都會在我們彰化來進行精彩的演出 那我們歡迎所有鄉親好朋友 個人或團體可以來到兩廳院售票 在10月1號前都有早鳥的七折優惠 歡迎大家一起來 其實對我來講 我個人覺得最 也不敢講精彩 但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是 其實跟書裡頭援助 因為我們要多設計很多書以外的情節 因為書本身比較是廢本 然後但是有一場戲是跟書裡頭一定要 而且所有他的吉米粉絲啊 或是一般吉米絲 一定要看到的就是 男女主角住在公園的兩邊 但是卻是完全陌生的人 但是有一天 他們終於在他們家附近的公園的一個原型的水池 一見鍾情的這個場景 這對我來講 在戲裡頭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心 去設計這場戲 我們用了一種什麼的 好像有人在說故事 好像是虛構的 就是如夢如幻的 四真又假的一個相會 然後他們兩個互相碰到人面 然後那個 蔡米祐立刻 就跟這個 很有氣質的翻譯家 然後就是搭訕起來 然後讓他們聊起的音樂 聊起的文學 然後現場 蔡米祐就拉了一段 非常令所有人都會 霧燈口呆的 而且好聽的不得了的發發 就是現場的演奏 但戲份上又那麼浪漫 然後這一整個年代的下去的戲 就在公園裡頭的愛心的戲 我都沒有交代 我也沒有揭露說 到底是真的還是這樣 是夢裡頭的還是第二人劇的版本 然後這個 很多可能年輕朋友看的也非常喜歡 因為這一連串就是一個 三首到四首的歌 然後給音樂的表現 然後舞台形式上 到時候的那個 這個 就是多情的殺的 一個音樂 應該也是這個戲的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技術的亮點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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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